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用初粉 不用汤种 方便快捷一解思香之仇的 英国菠萝包 这个名副其实的懒人包 它还可以变成菠萝油 鲜奶球 菠萝苏多士 和很多很多不同款式的下午茶 全部材料都可以在英国超级市场 就地取材 等我冲一杯热奶茶 广告之后一起享受下午茶 学了一种语言都一段时间 不过还是不是说得很流利? 一起听下 Lingoda 可不可以帮你认识多些英语 一起speak like a local Lingoda的课程着重教授实用内容 令学生无论是去旅行还是去做事 都可以学义自用 课程中文化、常用的里语都会囊括到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对西班牙文、法文、德文的英语 认识多少 可以点击视频箱里面的连结 里面会有Lingoda的小测验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连结 免费参加Lingoda的水平测试 看看自己的英文水平 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们的分数 现在有两款语言冲刺斑都有现金回赠 参加Sprint的话 每个月上15堂 上足2个月 就有50%现金回赠 而参加Super Sprint 每个月上30堂 上足2个月 就有100%现金回赠 如果你都想尝试用Lingoda学外语 可以试下他们的7日免费试堂 试完报名 用我的专属关键字 就会有20EUR的优惠 据说菠萝包在60年代的香港出现 当时人们觉得就敢吃餐包 淡谋谋谋 于是就加一块甜甜的酥皮在上面 焗出来金黄色 好像菠萝一样 所以就叫它做菠萝包 在外国长大的小朋友 未必可以常常接触到菠萝包 今天就等我们一起做 简易家庭版 大人和小朋友都一起回味一下 首先是做菠萝包上面的菠萝皮 材料很简单 只需要5样东西 包括 没有盐牛油 砂糖 低筋面粉 法粉 和鸡蛋 全部都可以在英国超级市场找到 而且不是太贵 将牛油预先在冰箱拿出来 目的是令它软身 想令它软身得快些 可以切碎些牛油 再加砂糖进去 将两样东西搅匀 做大量西饼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厨师机 又或者 wisk 搅拌盘 去wisk 发些材料 如果没有这些工具的话 我觉得用手做是最快的方法 做厨师的时候 常常都要做不同的慢性节甜品 圣诞节蛋糕等等 我觉得做西饼 是一样都挺花体力的工作 虽然超级市场 有卖不同款式的器材 但是今次我们做简单入门版 我先身体力行 不用太多机器 日后有兴趣持续地做 再慢慢升级都不迟 过年做萝卜糕的时候 都分享过很多不同面粉的用法和分别 而今次做菠萝包的皮 因为想做出来的效果比较轻型 松化和酥脆 通常我们都会用低筋面粉 而如果用了平时做面包的高筋面粉做的话 做出来的皮就会比较硬 像一块很厚的饼干一样 我试过用Plain Flour 它属于中筋面粉 效果都可以接受 不过都是偏硬 于是今次我就会用这一款 用来做海绵蛋糕 已经调好味道的Sponge Mix 量好面粉之后 再加些发粉 发粉在焗炉预热之后 会令成块酥皮发酱 和有爆开的效果 我预先将发粉和面粉 放在一起搅匀 可以令制成品的爆开效果更加漂亮 内心反复搓 搓完大概这样的质地 最后加些蛋浆 有朋友会先将蛋浆加入牛油 但因为水混油 我就觉得效果出到来不太好 现在我的做法 先将面粉加到牛油里 让牛油先被面粉吸收 就没那么容易水油分离 反复搓一会 均匀地拌在一起 我用保鲜纸包好它 放入冰箱冷冰一个小时 令它再硬身一点 那就完成简易版的菠萝皮 我通常会一次过做十个八个的份量 一次吃不完的话 同样用保鲜纸包固 放在冰箱 一个星期内 何时想吃就有得吃 而在香港的茶餐厅做菠萝包的时候 通常还会加多两样东西 就是 豬油 和俗称臭粉的炭蒜庆岸 加了豬油的话 菠萝皮会更加酥脆 在英国超级市场都买到豬油 60p一砖 而臭粉就可以令菠萝皮爆开那一阵 产生大小不同 不规则的裂纹 不过以上的材料 今次的简单版本 我们就不用了 做完菠萝皮 轮到面包 我们试过用现成的皮斯糕 puff pastry fillo pastry 变化出不同的菜式 那面包刀 又有没有现成呢? 就是它 brioche 法式甜面包 它是一种源自法国的面包 有浓郁的牛油味和牛奶味 这盒原价3.5磅 今天特价2磅 它是一款雪藏的面团 第一个步骤 首先要解冻 打开包装之后 连上胶袋 放在冰箱过一晚 第二天 面团解冻之后 我就可以将每一个 平均分为三份 然后轻轻把它搓成一个个球 再盖好它 放在室温3个小时 等它proof proofing 是一个处理有酵母的面包很重要的步骤 这个步骤 让面团在焗之前有足够时间休息 休息期间 酵母会敷出气体 而做出leaven 發酵的面团 最好的环境 大约是27度左右 如果天气太冷 我会将面团放入一个没有开的焗炉 或者微波炉 只是放杯热水进去 关门 等里面空间的温度 慢慢上升 三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用 想令刚才的牛油更容易软身的话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想再方便一点的话 还有第二个选择 就是用这一类 Pot Bait的面包 走英国超级市场的时候 你会见到很多不同款式的Pot Bait面包 那究竟它们和普通面包有什么分别呢? Pot Baking 是一种做面包的技巧 先把面团焗到八成熟 然后马上急冻 焗的过程会刷死酵母 和令面包里面已经好像海绵一样 有松软的质地 但是面包表面又未至于crust 结焦和变干更容易保存面包里面的水分 这个技术方便了大量生产 储存和运送面包 想吃的时候 焗10-15分钟就能吃 第三款可以说是最懒的选择 就是用现成的面包 我自己就喜欢用这种Barb 圆绿绿 很松软 和在香港吃到那种菠萝包的质地都很像 我一次过做小三款 将冰好的菠萝皮 切成适合的大小 我用牛油纸盖住两边 然后压平它 一打开 就是一块薄薄的菠萝皮 铺上每一个面包上面 然后又出动这支煮圣诞大餐的时候 分享过怎样做的蛋液勺 擦过蛋液的菠萝皮 焗出来会更加金黄色 我用了不同时间不同温度去焗 上集加入的全新幻智 Live in the UK Test 英国入籍考试 好受欢迎 趁着菠萝包一边焗 我们又一起温书 考试考的东西 并不只是距离我们很遥远的英国历史 日常生活里 经常跟我们拆身而过的英国文化 都是考试经常会出的题目 就好像英国的节日和假期 都是考试范围之一 复活节快到了 你又懂不懂回答这条问题呢? 复活节之前的几多日 是Lent 大齋期呢? 答案是B 40日 Easter 复活节 又叫做Easter Sunday 今年的复活节 就是4月9日星期日 他是耶稣受难之后 复活的日子 而在这一日之前的40日 就叫做Lent 大齋期 这40日里面 基督教徒会齋戒 例如放弃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 清心寡欲 好好反思自己犯过的错 而大齋期之前 大家就会想办法用完牛奶 鸡蛋 好像现在的人要清雪柜 所以大齋期开始的前夕 就叫做Pancake Day 用完鸡蛋和牛奶做班戟就对了 Pancake Day一定会出现在星期二 于是又叫做Srove Tuesday 而Lent 开始的第一日 就叫做Ashe Wednesday 基督教徒会用Ashe 灰 在持压画一个十字 象征死亡和懺悔罪过 听完这么多字日的名字 这条问题 你又懂不懂答呢? Good Friday 和Easter Monday 都是英国公众假期 这句话 True 还是False 呢? 答案是 True 复活节的后一日 会叫做Easter Monday 而复活节的前两日 就是Good Friday 它就是耶稣受难那一日 这两日 都是英国的公众假期 而每年复活节 在英国超级市场 都会见到很多Easter eggs 复活蛋 代表新生命的意思 温元书 菠萝包要出炉了 新鲜热辣 整家屋都香噴噴 我将菠萝包放在一个架上 放冰冷 帮助底部均匀散热 避免烤着底部 被热气蒸到濕了 刚出炉的菠萝皮会比较软 轻轻滩冰之后 就会慢慢硬身些 脆些 我最喜欢轻轻滩冰 趁菠萝包还是暖的那一阵 冲杯热奶茶 慢慢享受我的下午茶 想吃菠萝油那一阵 我就等菠萝包再滩冰一点 切一块冰冻的牛油夹进去 这是我以前在香港 和舅舅去茶餐厅聊天 最喜欢爱的食物 材料成本 平均每个菠萝包都只是40p 在英国不是那么容易买到菠萝包 就算找到 价钱有时比买一块牛扒 用以上的方法 可以舒舒服服坐在家 轻松吃到新鲜出炉的懒人菠萝包 实在太开心了 一里通八里明 这个做法还可以引伸出很多变化 首先是菠萝酥多士 我照舊将菠萝皮压平 铺在面包上 塗满它们 再用餐刀慢慢滑出一格一格的花纹 最后灑点砂糖上去 增加crunchy 熟熟的口感 放入烤炉 用160度烤10分钟左右 出炉之后 同样轻轻坦冻 就搞定热热脆脆脆脆脆脆脆的 菠萝酥多士 第二个变化是鲜奶球 只要在菠萝皮加多一点点蛋液 拌均匀 大约变得那么稀 塗在面包上面 用160度烤10分钟左右 本来做菠萝包的时候 会凝固在面包上面的酥皮 就会流下来 包住整个包 变成我在中学时 日日在便利店买做早餐的鲜奶球 我最喜欢吃这条甜甜的 软软的边 你们有没有吃过呢 最后一副面法 就是用现成cookie dough 在英国几乎加加户户都有烤炉 很多人都喜欢自己在家烤cookie 除了由零开始自己做 还可以在英国超级市场 买现成cookie dough 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好像我手上这一包 2磅75 可以做到8块 它是triple chocolate 三重巧克力的口味 做的时候 将cookie dough 从冰箱拿出来 摊暖10分钟 打开包装之后 切成一件一件 放入烤炉 用160度烤10分钟 就有得吃新鲜出炉的cookie 跟菠萝包一样 出炉之后会软软的 摊凉了就会越来越硬身 和脆口 我自己最喜欢吃 还是暖 口感gouille 烟烟韧韧的cookie 这么方便 我又忽发其想 可否直接把cookie放在面包上面 好像菠萝皮一样用呢 同样是烤10分钟 就变成了一个 巧克力cookie包 有齐3种巧克力粒 虽然不像菠萝包那么经典 但胜在极度方便 今集一口气煮了这么多款 快、靓、正的面包 在超级市场买到的材料 还可以变出 奶油脆珠 油尖多 砂油多 奶酱多 西多 鲜油多等等 趁着复活节 或者weekend放假 一起做 一起享受 一起享受 享受 希望透过以上的入门方法 让完全没亲手 做过面包的朋友 有钱入心 试完之后 仍然有兴趣 在家做多些 先再一步步 考虑是不是要添置器材 避免有时3分钟热度 堆了太多厨具在家 今集 哪款面包是你最爱呢? 关于英国入职考试 你们又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欢迎留言 告诉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